市長想問一下黨內的一些議題 因為現在黃復興的爭議 那對有一些基層選民 他們希望說可以集中選票來支持盧壽彥當黨主席 那這個部分的話 你覺得他是一個好的人選嗎 我覺得現談這個事情都有點太早 而且人力公司已經開到台中去了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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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未来影响到选票的部分 我们都可以理解 就是情感上面 那大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改变 那心理上会觉得受到伤害 尤其是黄复兴 他们在整个包含选举过程 然后党内或是我们的大选 都是国民党最大的助力 所以这些忠贞党员 当我们的党务 在做一些调整跟改变的时候 希望一定要做最好的沟通 但同时呢 我也觉得就是说 现在国民党不是以前的国民党 我们所有的党员 可能大家必须得一起认清这个 我们都不想承认的现实 对于整个国民党来说 如果在整个组织不去做扁平化的话 那能够撑得了多久 我们真的不知道 所以说为了要让这个政党能够延续下去 那可能大家都共同 必须要做出一些牺牲跟改变 那但是在过程当中 当然也不宜粗暴 应该把我们现在遇到的状况 好好的跟我们的忠贞党员做说明 我相信大家是能够共体时间互相的来理解 但如果没有做很清楚的说明 那就很粗暴的动作的话 那当然在情感上面 大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这部分呢 我们一则在理性上面 我是支持国民党去做改革 但是在感性上面 也希望说未来对黄复兴的党员 还有包含他们所关心的议题的部分 我们都需要再更多的去做沟通 周朗先生觉得现在党内有一些反对的声浪 朱主席是有点私心 那你认为说 就是反对财病 调降黄复兴的人 是不是真的为国民党好 我想为国民党好 可能有一百种看法 我们假订说都是为国民党好 那是怎么样对国民党真好 或是实际上能够产生比较好的结果 我想可能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基本上我就觉得说 黄复兴改革只一小部分 但是你其他的 怎么样能够号召年纪选民加入 所以我觉得定一个目标 就你现在三十万党员 第一个目标就是五十万 希望能够做到 那怎么样达到五十万 你要去想办法了 然后第二个目标 希望能够达到一百万 我认为不是不可能 你好好提出你的政纲政策 好好提出你的目标 你国民党要带你台湾往哪里走 然后呢你到底要带给大家什么 你对年轻人有什么号召 有什么理想 然后来吸引他们 这都要提出来的 也不是说我只把黄复兴打破 然后加到地方党部去 黄复兴主委变成我地方党部副主委就可以了 没有那么简单 党务改革千头万绪 绝对不是只有黄复兴而已 当然现在增加了数位青年部也很好 但数位青年部怎么样 真的吸引青年 以前国民党也有青年中常委 也都有 但你弄了半天 你的青年要是真的青年 你不能是有老人心态的青年 知道这意思吗 有很多青年 看他年纪很轻啊 他那个思想比老人还顽固 比老人还保守 我们看到很多这样的青年啊 那你怎么吸引青年人呢 所以你用的青年 要真的符合现在青年人想法的青年 不要说 这些青年只是 哦 看看老的 讨好老的 拍老的马屁 老的走什么路行 我比他更保守 那你这个青年人有什么用 好 谢谢大家 党部的各项规划 我想党部都会有一个整体的考量 那我相信 党中央会做好各项的 这个沟通跟对话 也一定要倾听基层党员的声音 那你认为该废吗 会不会觉得真的太花钱了 我想党部他们会有一个 通盘整体的考量 那我想 比如说能够让年轻朋友 有更多包围的空间 能够透过年轻人他们的创意 活力 能够直接回应年轻朋友的需求 我想我们都正面看待 我想这个主席 他可能有自己的一个改革的想法 那当然相关的一些单位 那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我想这个注意伦主席 应该也要也必须把它思考进去 到目前倒没有 因为我想从昨天晚上 这个消息传出来之后 一直到今天 我的办公室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我们相关黄复兴的我们的同志 来做反应 但是我想 如果这中间 大家有觉得 沟通不是那么顺畅 那么或者是对这个政策 有些质疑的话 我想我们身为党籍民代 我们都会去尽量沟通 过去大家都会认为 因为黄复兴党部 掌握比较多的党员人数 所以呢 过去确实 如果党主席选举的时候 那么谁能够掌握到 黄复兴党员的票 那当然就是有一定的票源 那不过我想 这次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改变 当然是除了 我觉得对我们来讲 国民党的改革 并不是只是去拼一个 党主席的选举 而是一个整个 能不能与时俱进 然后整个在大环境里面 那么党的组织 要做什么样的改革 可以因应未来的变化 这才是比较重要的 大家共同讨论出来的 一个经济端案 民生还是保留 然后我们的一些干部 扩大服务 也都留用 扩大服务 跟地方结合 提高效率 最后 达到一个精进的效果 整合战略的效果 最后 我们也要把 退伍军人中的新世代 我不能说 他们一定是年轻世代 都是新的世代 能够来支持我们国民党 来加入我们国民党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能力 这是跟王父亲 很多同仁 讨论出来的一个经济 观看 不是消灭黄金典 绝对不是消灭黄金典 而是让我们整个国民党 会比较强大 更精进的团队 看来